野外是我们很少会踏足的地方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他境内生活着很多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东西 有很多秘密都等待着我们去揭晓探索 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 还能够捡到一些宝贝 成为百万富翁 这不在前段时间就有很多消息称 一位小伙儿到野外爬山 意外发现了一只乌龟 专家看后直言 你开个架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位小伙儿是一名上班族 他每天都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 特别枯燥无味 有一天公司里放假 他就决定爬山来放松一下 当天他在爬山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只乌龟 当然这只乌龟并不是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的动物 它的真实名字叫做山乌龟 是一种植物 能够运用的范围很广 有很多的药用价值 对我们的身体有着很大的帮助 在市场上的价格很高 这位小伙儿发现山乌龟之后 就特别的兴奋 立即将其挖出带回了家 不过这位男子 只是在书上看到过这种山乌龟 他也不敢确定 就立即找专家进行鉴定 专家看到之后 就表示这的确是山乌龟 而且这个山乌龟的体型特别庞大 要比普通的山乌龟价格高上很多 如果小伙儿想要卖的话 就可以卖给我 你开个家吧 多少我都能接受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你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